大家好,这里是一球,欢迎来到今天的训练数字,我们还是先去抽一个数字吧,看一看会是数字几二,我们可以买任意一个队员,买谁呢,让我想一想,我最后决定买伊托尔贝,速度92,控球84,射门70,国际是阿兰廷,还有四颗星的SKU慕斯,和迪巴拉可以打一些化学反应,而且就是来自英超,应该会不错吧, 之后再配别的阵容应该,应该也可以有一些帮助,我们把他加入阵容中,来替一场比赛,看他表现怎么样,好,我们来看伊托尔贝的表现怎么样,对手一套433的4,还是很强的一套西甲的阵容,本则马格里兹曼,哥迪英克鲁斯伊斯科,想来说算西甲性价比比较高的一套阵容,西索哥,漂亮, 1比0,好,1比1 哇 危险 最后还是被弹劲了 又开始了 又是打板补篮 1比2 被对方打了一个反击 2-3找迪巴拉 不知道没有机会 一拖是第一 把蓝奇尼射门2比2 纳斯里 还是被弹劲了 2-3找迪巴拉拉 有机会 咱们威胁 包容射门 又是门将 对方没有吃 裁判 这应该是点球了 漂亮 90分钟我们拿到一个点球 看来没有机会发进吧 漂亮 3-2迪巴拉拉 这个球送进了 90分钟应该算是绝杀了 全场比赛结束了 最后我们3-2反超 取一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伊托尔菲的速度 还是非常快的 空球也不错 那我们接下来去优酷 再去抽一个数字吧 我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呢 优酷上一共有54条评论 那我们从这54条评论中 随机抽取一个了 12 11 12 这名关注优酷的手机用户 希望我们买伯格巴 但是呢伯格巴不服我们现在的要求 伯格巴数字太高了 那我自行决定再买一个人吧 看看我想买谁 最后呢我决定依据规则 买马克希姆 因为我还有一套德甲阵容 前一阵子抽卡包 也抽了一堆德甲的队员 虽然不是太好吗 但是也可以试一试 然后呢就差一个牵腰 所以我入了马克希姆 马希姆控球80 射门70 传球79 速度75 还不错 但是它有五颗星的Skills 应该会很好玩 这就是我们这套德甲阵容 门将用了佩林 因为实在没有德甲门将 希望不久以后可以抽到一张吧 然后后卫就没有什么可以介绍的了 两门后腰也都不是非常的出名 但是这个后腰还不错 防守82 速度也不慢 这门后腰现在说差一点 但是我们后腰的位置也没有其他人选 前一用了马克希姆前锋 我们之前抽到过拉莫斯 它有三颗星的Skills 但是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希望它能表现好一点吧 左边有这名来自挪威的左边峰 刚开始的几期 我们也让它客创过 或者递不上来 非常非常好用 四颗星的Skills 右边这张卡也抽到了 速度非常快有85 但是它印象中只有两颗星的Skills 我们试一试它吧 看看它表现的怎么样 我们来看看这套阵容 我们这个对手呢 又是一套西甲阵容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套 四二三一 前面还有本则码 前腰用的小白 能见到又是不拉我 哈哈 后卫是搭档的皮克和配配 还是不错的一套西甲阵容吧 也算性价比比较高 什么漂亮 梅伊尔的助攻 sorry 马克希姆的助攻 这应该是我们左边峰吧 还是我们左边后 应该是我们左边峰 不对 这是我们后腰吧 应该是罗里克斯 应该是我们后腰吧 打近角 帮助我们取得一人领先 拉姆斯搓射 漂亮 2-0 这应该是对方一个防守失误吧 拉姆斯前后左右都没有人 漂亮 再搓射 挪威这边左边峰3-0 对手退出了比赛 我们这套得甲第一场比赛 踢的还是非常好的 第一个球是一名后腰 应该是来自法兰克福 叫什么就不清楚了 非常壮 然后 左边峰也是一如既往的表现不错 希望这场比赛 希望这场阵容今后能表现得不错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再去 YouTube上抽一名观众吧 在我录这些节目的时候 YouTube上一共有35条评论 我们随机抽取一个吧 2-安迪 安迪 安迪 安迪狗吗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读了 安迪猴 anyway 非常热心的名观众 他希望我们 也是2 希望我们买 应该叫佩莱蒂吧 他是来自 一甲吗 我们稍后去看一看他怎么样 这名观众呢 就希望我买的是这一名队员 一个左边峰 速度82 控球84 射门70 现在新转回到罗马 五颗星的弱势角 四颗星的Skimus 看起来会非常的不错 稍后我们调整一下阵容 看看他能在哪里发光发亮 希望他也表现得不错 谢谢这名观众 这是我新搭一套阵容 然后左面是一甲 右面还是英超 因为英超就不介绍了 左面呢 新来的佩罗蒂 然后瓦罗约之前抽到 也是非常不错一张卡 然后左面后卫就不介绍了 其实我也不认识他 来自佛伦提纳 一般吧 然后后卫用了 来自尤文图斯这名小孩 数值上看起来是不错的 其实主要是为了给佩莲 一些化学反应 看看这超阵容表现得怎么样 我们这期的最后一个对手呢 也是一套433-4 非常非常强 一套德加阵容 左面是李贝里 右面科斯塔 前锋是小豌豆 后场呢 用了一个巴萨套 不过从前来说也非常强 中场也非常的不错 挫手亨德森 偏了 我还进来了 可惜啊 第88 再分给边路 佩洛蒂已经没有体能了 撕射 门键还是扑到了 能不能顶劲 被后卫解围了 迪巴拉这次跑位不错 撕射 啊哈哈哈哈 唉 好啦 全场比赛结束了 最后只踢一个0.0 这场比赛 踢的不是太好 感觉这场比赛都非常质带 不过佩洛蒂感觉还是不错的 希望今后的机会 他能给我们进一些球 或助攻一些吧 希望给我们带来更好的表现 好了我们这期节目呢 暂时也就先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继续积极踊的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